在台湾决击52年的狂犬病又再度出现 站在第一线从事动物相关产业的兽医师 美容业者以及序幕人员 痛批政府供给的疫苗根本不够施打 没有为他们着想 而农委会则是说目前已经紧急的调度 8月底前会供应60万剂的疫苗 大眼可爱无辜的幼欢竟爆发出感染狂犬病 让台湾52年后再度成为狂犬病疫区 站在第一线的兽医 宠物美容业者感到恐慌 他们出面呼吁让第一线工作人员免费接种疫苗 卫生署他准备的这个剂量实在是太少 包括我们想要自费施打都没办法 所以我也希望说卫生署这边能够大量的进口这个疫苗 让我们有心理的一个准备 让我们有至少免于恐惧死亡的恐惧 去做预防的措施的时候 那如果说一旦有真的有人被感染到 有人死亡了 有人疏忽掉之后死亡了之后 那这个责任谁来负 在狂犬病疫情爆发后 农委会声称握有24万剂的疫苗 但是全台的猫狗共有220万只 明显供不应求 而从事相关产业的受益是 从物美容业者及畜牧场人员 全台共有3到5万人 目前仅有400剂库存 但美人必须施打3到5剂才有效 相对只能防护100人 等于让他们暴露在狂犬病的威胁中 厂商也真的是非常的帮忙 把原来要给其他国家的1000剂 优先要调配给我们 本来就已经采购了 8月底之前会进口8万剂 那我们掌握了民间有23万剂 所以目前有41万剂 到8月底前会有41万剂 那我们前天呢 我们又紧急协调我们的这个 进口的业者 在8月底之前再进口20万剂 所以到8月底之前 我们会有60万剂 疾管局和防检局紧急出面灭火 并强调过去台湾的防疫工作良好 受益学者指出 又患感染到狂犬病 要转成狗型狂犬病并不容易 呼吁民众若是被犬猫咬到 用肥皂清洗15分钟 防疫工作全民大作战 希望两年内将台湾 从狂犬病疫区除名 有点TV陈群雍新论台北报道